這個額色其實依然是非常低的 其實我想問你 譬如向一些真實的用家去瞭解 或者市場很多地產代理的朋友 其實暫時來說 香港人是不是不太擔心 其實接下來的利率會食入獄 而從而影響住宅樓價呢? 應該是的 其實香港如果你在這個圖上來說 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負利率的 其實本身香港和美國那邊 我們叫掛鉤 其實那時候是很有趣的 因為它的經濟很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經濟就普普通通了 其實這次在2008年 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在政府那邊 其實有一個逆周期的措施就出了 剛剛好在美國大引銀子、大港式的時候 慢慢看到樓價就升得急一點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在前期做好功夫 所以在近期的時候 我們都是叫做逆周期措施 但是倒反正是走的 因為在美國那邊 其實這個經濟應該不錯的 所以它加息應該有利整體的樓市 通常來說我們看到通脹升、加息周期走 樓市還是升的 升到近乎是尾段的時候 當加息去到一個高位 經濟是承受不了的 然後才開始回落的時候 樓價才同步開始回落 其實你現在看回圖 看回川普我們看到是97年的時候 才有這個同步向下的位置 樓價和通脹 還有看到那個時候的利息是加得很重要的 但是近這幾次 其實我們看如果利息是不超過4厘 大家看到中間的中途是5%左右 那你來說 其實相對樓價來說 其實影響是相對地小的 因為其實在香港的地方 其實我們叫做地小人多 其實那個供應量都受到有少少政策影響 還有近這年多其實都有很多 其實我們說的對樓價 是較為利好那個訊息出來的 其實跟上一次不同 上一次的時候在97年大家都經歷過 那時候有幾個政策推出來 那時候就變成了防地產政策 那這次就變成防地產政策 就帶動了那個真正需求 好像剛剛早幾天在說中醫 大家終於在你的台上有講股票的時候 中醫那邊其實都是在說 其實在市場上 這次是認真在香港慢慢向外做 會推廣的 同上和再加上那個科技性 其實現在慢慢慢慢的初刑 在學校裏面就是慢慢慢慢引發出來的 所以其實在新界德區那邊來說 其實我們的建設雖然都叫做地產大同 但是他們已經是直接分開了 是那個實際用途和住宅來講 其實跟深圳那邊的融合性會比較強一點的 如果在市場上那個融合性或者是衛星程式計算 其實那個樓價本身都應該是比隔離周邊輕微高一點的 其實深圳的樓都不便宜了 其實回到香港這幾年的樓價升幅其實是慢了的 就是我們對比在全世界來看都是慢一點的 那就回到利息了 利息都看到在那條線裡面 在綠色裡面其實低了是一段較為長一點的時間 其實為什麼那個樓價在之前那時候 經濟不太好的時候都是升 在那段時間來說就是我們叫做負利率 變相來說你租了一層樓出街 其實都還有錢剩的 反而沒有錢剩的 所以變相有一批銀子推了出來在那時候買樓的 當然現在那個利息輕微就升了一點點了 但是那個通脹都仍然在負利率我們叫做糾纏 其實就算它是向上位的時候去走的時候 你看到是03年的時候也看到 在03年04年打後之後 其實那個通脹在那邊升的 那時候樓市都還沒有完全是同步去走的 你看到樓市是慢慢慢慢都會升 因為始終來說那個通脹升會影響到它的資產 那有什麼資產可以投資呢 那當然看Debbie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投資 但是如果一般市民不是那麼懂得去投資 那其實很多都會買樓來自用 因為用其實始終有一個需求在那裏 如果你是純粹租的話 那你是幫人供樓的 那如果你的利息是這麼便宜 跟自己供沒有什麼大分別 我們叫做是儲錢 還有在財富裡面是累積的 所以其實見到在03年打後 那個樓價或者是那個利率 其實是慢慢慢慢是背次的